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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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看完了二維彈性碰撞 我們回頭看一個比較簡單的情況 一個一維的彈性碰撞 那雖然他簡單但他是個有趣的問題 跟我們日常生活經驗 你會發覺有一些還蠻相關的地方 那麼現在說明一下 我們定義說他碰撞前 因為是一維彈性碰撞 所以我們就說M1帶有的速度是U1 然後M2帶有的速度是U2 就是上面的圖像 碰撞完之後他分別帶的速度就是V1跟V2 那現在 我們一樣用動量手環 以及動能手環 來解這個問題 動量手環就變得更簡單了 因為他是一維的問題 所以動量手環就會對應到一條的 在X方向的一個方程式 所以分別把它寫下來就是這兩條方程式 那第一條方程式呢 基本上就是線性動量手環 那第二條方程式呢 就是動能手環 那一樣的我們已經做了一個簡化 把1 2 全部都消掉了 所以你現在把動量跟動能的定義 把它帶進來 同時做一些一項的一個化解 比如說第一項我可以把跟M1 跟第一顆Particle有關係的量呢 通通放在左邊 所以左手邊會有一個M1 乘上U1 減掉V1 那右手邊呢 都是跟第二顆Particle有關係的量 所以你會有一個M2等於V2減掉U2 那同樣的 我可以做類似的事情呢 對於這個動能手環的一個方程式 那有這兩個方程式之後呢 我們可以更進一步的化解這個動能的關係 因為呢你發覺動能裡面有一個U1平方減掉V1平方 所以它是個A平方減B平方的關係 你可以把它化解開來變成A加B乘上A減B 但你化解來之後 你就發覺有些很熟悉的項就出現了 比如說前面一條動量手環的方程式 你有個M1乘上U1減掉V1 右手邊呢是M2乘上V2減掉U2 都在這個地方出現了 所以代表說你可以把它消掉 消掉完之後呢你得到一個非常general的solution 也就是說只要它是一個異微的彈性碰撞 那碰撞完前後的速度呢 就會有一個U1加上V1 會等於U2加上V2的關係 也就是碰撞前後呢第一顆particle 它的速度前後加總 會等於第二顆粒子它前後的加總 那事實上我們可以把這個關係式呢 寫得更有它的一個物理意義 比如說我把這個碰撞前有關係的狀態 跟碰撞後有關係的速度呢 把它分開寫 所以我這關係是可以寫成是 V2減掉V1 等於負的括號U2減掉U1 那是什麼意思呢 好我們來看一下 其他告訴你也就是說 在做一個異微彈性碰撞的時候呢 例子碰撞完之後 它們的相對速度的關係呢 是變了一個符號 也就是說我們說什麼是V2減掉V1呢 其實它講的是碰撞完之後 它的V2就是第二顆粒子跟第一顆粒子 它的相對速度的關係 那U2減掉U1也是 但它講的是碰撞前 第二顆粒子跟第一顆粒子相對速度的關係 大家注意這邊多了一個負號 所以就是說碰撞完之後呢 它的速度差 比如說之前U1比較快 U2比較慢 那假設呢 U1比U2快了 每秒鐘兩公尺 但是呢 碰撞完之後呢 變成是第二顆粒子 V2比較快 V1比較慢 但是它的差距呢 還是兩個meter per second 那有了這個結果之後 我們來看一個特例 一個有趣的例子 我們剛剛解的這個情況呢 沒有特別去說 這兩顆粒子它的質量關係 但是如果我們現在說 這兩顆質點它的質量如果是一樣 M1等於M2的時候呢 我們是不是可以得到一些 額外簡單的關係式 所以說 如果M1等於M2 我們重新把線性動量 手環的關係式寫一下 然後因為質量一樣 我們把M都消掉之後 我們得到的是 U1加上U2 會等於V1加上V2 然後這兩條方程式呢 你去做一些代數的運算 相減掉之後 你得到的是 V1會等於U2 或者是你把它相加之後呢 化解之後 會得到一個V2 會等於U1 那是什麼意思呢 如果說你今天的碰撞 是一個異微的彈性碰撞 比如說你在一個撞球桌上面 然後你去打撞球 假設呢 有一顆撞球 它本身是坐在那邊不動的 然後呢 你的白球去碰撞到它之後 如果說這個碰撞 是一個異微的碰撞 白球呢 應該是停在那邊不動 而被碰撞的球呢 它離開的時候呢 它帶的速度呢 會跟你白球一樣 也就是說 如果它是一個異微的彈性碰撞 碰撞完之後呢 它的速度呢 會交換 所以這是第一個部分 但我們現在看的是一個特例嘛 那我們回頭來看一下 一個廣義的例子呢 到底 碰撞完前後的速度的關係是什麼 所以我們就說一個general case 就是說M1跟M2 沒有說是誰大還是誰小 所以我們一樣可以把線性動量 手環的關係式呢 把它寫下來 那這時候呢 我們還是要稍微做一些運算 因為我們想要算的是說 碰撞完之後 V1跟V2 也就是說第一顆指點 碰撞完之後的速度 跟第二顆指點碰撞完的速度 到底跟他們之前的運動狀態 有什麼樣的關聯性嘛 所以這邊只是一些代數 比如說 我們剛剛把一個廣義的關係式 現在呢 都乘上M1 然後呢跟我線性動量的關係式呢 做一些相加 然後做一些化檢之後 我得到這個非常複雜的關係式 但是告訴你的是說 V2現在跟誰有關係呢 V2會等於右手邊的一堆像 但是呢 你發覺它跟誰的速度有關係呢 只跟U1跟U2 也就是說碰撞之前 我只要知道說 碰撞之前呢 這兩顆粒子 它的速度大小是多少 以及呢 我只要知道這兩顆粒子 它指樣的資訊 M1跟M2 我就可以透過這個過程呢 去預測說 碰撞完之後呢 第二顆粒子 它速度的關係 同樣的 我可以做一模一樣的事情 我可以把剛剛的速度關係式呢 左右同乘M2 然後呢現在把它相減 做完化檢之後呢 我一樣可以得到的是 碰撞完之後 第一顆粒子呢 它的速度大小是多少 那一樣的 這個速度大小呢 只跟幾件事情有關 就是碰撞之前 這兩顆粒子的速度 以及呢 這兩顆粒子它的質量 那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已經推倒出這個結果 我們利用兩個粒子呢 來消化一下 我們算出來這V1跟V2的關係喔 所以我們先來看 如果一開始呢 這個U2 第二顆粒子它是靜止不動的 所以U2等於0 但是呢 第一顆粒子撞上去的時候 第一顆粒子它的質量呢 是遠大於第二顆粒子 那照剛剛的關係 我會得到的是什麼 所以你把U2帶0 把它放進去 所以我的V1呢 會等於 M1加M2分支 M1-M2再乘上U1 但是因為M1遠大於M2 所以我的分子跟分母呢 雖然一個是加M2 一個是減M2 但是因為M1太大了 所以加跟減根根本微不足道 所以前面的係數呢 就約等於是1 所以你會發覺說 在這個情況底下 碰撞完之後 第一顆粒子它的速度V1呢 就會等於U1 也就等於它碰撞之前它帶的速度 那很合理 因為呢 它本身的質量比另外的人大嘛 所以它撞完之後呢 它的速度呢 並沒有被改變多少 但有趣的是V2 也就是說非常輕的這個particle 它的速度改變成多少呢 所以你一樣的 把U2-0帶進去 然後呢 用的是M1遠大於M2的這個關係 你化解完之後發覺說 比較輕的這顆粒子呢 它的速度是兩倍的U1 也就是說 原來質量比較大的這個粒子 擊中這個第二顆粒子之後 第二顆粒子很輕 然後它飛出去之後呢 它的速度是原來 第一顆粒子速度的兩倍 當然有沒有什麼 日常生活中的經驗 我們會應用到這樣的關係是呢 你去想一下 當我們在打高爾夫球的時候 我們高爾夫球的肝頭是非常非常重 但高爾夫球本身是一個 相對而言質量比較輕的一個物體 所以當你揮桿 在把球打出去的時候 你會發覺你在揮桿 當你的球桿擊中高爾夫球的時候呢 你的桿子的速度 並沒有任何明顯的減慢 但是你球飛出去了 這時候你可以去估算一下 你高爾夫球飛出去的速度大小是多少 你會發覺大概就是你肝頭 跟球接觸瞬間呢 它切線速度的兩倍 所以這是一個應用 那我們來看另外一個例子 如果當U2等於0 也就是說跟剛剛一樣 起始的時候呢 第二顆粒子它的速度是0 但是呢現在反過來 就是去撞別人這個物體M1呢 它的質量是小於M2 那會發生什麼事情 所以你做類似的計算 你得到就是說 V1呢會等於-U1 的意思就是 第一顆particle 撞進去 第一顆粒子的速度是U1 它撞進去之後呢 它碰撞完的速度呢 會等於-U1 也就是說它進去之後 馬上就彈出來 然後速度呢 跟原來進去速度是一樣的 那第二顆粒子我們算出來 它的V2碰撞完之後速度是0 所以它原來是靜止的 被碰撞完之後還是靜止的 因為它本身的質量太大 所以你去思考一下 其實跟我們之前講的 這個牛頓的關心定律 是有關係的 因為質量太大 代表它有比較強的這個天性呢 去抗拒它本身運動速度的改變 所以說它的速度 並沒有任何的改變 但有沒有什麼樣的例子呢 跟我們日常生活經驗相關呢 比如說你拿一顆乒乓球 去丟一顆保齡球的時候 做一個異維的彈性碰撞的時候 保齡球當然就不會動 但是你會發覺你的乒乓球彈回來 它的速度呢 基本上跟你進去的速度大小一樣 但是方向相反 那我們就用這個例子呢 去總結了這個異維的彈性碰撞 好 所以我們繼續看一下 從剛剛的推導呢 我們還可以延伸來討論一件事情 就是說呢 我們知道這個彈性碰撞 它的總動能式手環沒有問題 總動能的意思代表說 這兩顆粒子的動能加總嘛 但是到底比如說 第一顆粒子撞到第二顆粒子之後呢 它的能量的轉移的情況 動能轉移的情況是怎麼樣呢 我們可以來探討一下 所以照剛剛前面的推導呢 我們已經知道V1跟V2呢 會跟U1、U2以及M1、M2 有些複雜的關係 所以為了簡化起見 我們討論一個非常非常簡單的例子 也是一樣 第二顆粒子呢 一開始的時候呢 它是靜止不動 坐在這個地方 然後呢 是第一顆粒子呢 來碰撞它 所以我們剛剛已經稍微做了一些推導 你也可以很快的得到V1跟V2的一些關係式 那我們這邊關心的是說 它動能的轉移是多少 那很明顯的 一開始呢 第二顆粒子並沒有在移動 所以第二顆粒子它不具有任何的動能 那第一顆粒子呢 進來的時候它帶了一些動能 碰撞完之後呢 第二顆粒子開始移動了 那我想要知道的是 有多少的動能呢 轉移到第二顆粒子上面 所以我們要算的呢 就是一個比例關係 所以呢 我一開始 所有的這個動能呢 是在第一顆粒子上面的 所以我的分母呢 放的是k1i 那我想要知道轉移過去多少 所以我的分子呢 就放的是說 第二顆粒子之後 它的總動能是多少 所以我們有個k1i分之k2f的關係 那很簡單 動能就是2分之1mv平方嘛 所以結束的時候呢 我帶的是2分之1m2v2的平方 那一開始的總動能呢 就是2分之1m1m1m1的平方 那這邊呢 你只需要把剛剛推導出來的v2 比較複雜的關係式 放進去 所以你直接做一些化檢 最後化檢出來的結果呢 會是4倍的兩個質量相乘 去除上呢 這兩個質量相加的平方 所以你可以給自己一個例子 看你是不是能夠得到這樣的一個關係式 比如說 如果說呢 你現在有兩顆粒子 它的質量是一樣 m1等於m2 那動能的轉移大小是多少 在這個例子裡面呢 你發覺當m1等於m2的時候呢 你前面的這個係數 4倍的m1乘上m2除上m1加m2的平方呢 剛好就等於1 所以如果說 第二顆粒子是不動的 它做一個一尾線性彈力碰撞的話 我們知道質量相同情況呢 它們的速度會互換 所以第二顆粒子一開始靜止了 碰撞完之後呢 變成第一顆粒子它是靜止的 那第二顆粒子的速度呢 就會等於第一顆粒子的起始速度 也就是說它的動能呢 會是百分之百的轉移 所以你帶進來 算出來的這個Fraction F呢 就會等於1 是符合我們預期的